一件一件充滿設計感的服裝 在模特兒的走秀下 足以呈現在觀眾面前 不僅讓台下觀眾近乎連連 同時這些美麗的巴洛克風格服裝作品 也展現出學生無限的創意 其中更藏有許多的巧思 我們運用複合眉材的方式 來呈現他們的雕刻線條 然後妝感的話 因為我們是參考 那個賽維利亞的哭泣的聖母 所以才會用眼淚來裝飾點綴 那這些繁木也都是我們花了 將近一年的時間去製作 然後輕手縫上去 我是以巴洛克的方式去做呈現 然後手勢的部分跟鞋子的部分 都是用石膏加繁模去製作的 然後衣服的話我會選毛 是因為我想要讓它有一種霸氣的感覺 萬能科技大學所舉辦的 2020亞洲杯時尚造型創意競賽 於11月25號正式登場 而創意競賽不僅激發出學生的無限創意 同時更吸引來自國內外 共755名的選手參加 對此校方期望要透過交流 為台灣美麗產業向下扎根 奠定良好基礎 這次參賽的選手很多 來萬能的不同的高中也很多 那我們希望有走出一個比較符合現在 時尚潮流的一個風格 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產業界出來的 那很多可能不同學校的一些作品 是每個學校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文化 那我們就是利用現在可能在時尚界的一些 時尚流行元素去 比如說流行的妝感 去結合這樣子的帆某元素 然後去做一些不同的創作 我們也希望給現在的高中生 不一樣的視覺的饗宴 萬能科技大學透過將2020亞洲杯 時尚造型創意競賽 跟時尚造型設計系成果展結合 不僅要讓國內外的學生在美容 美髮 服裝 整體造型上互相切磋 同時也借此讓台灣的時尚產業 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記者王中軍台報導